曾庆红被公产白手套生死不明财产处置方案上报中南海 肖建华在2017年初 被中共国安人员从香港带走后 至今音讯全无新唐人视频截图 中国金融大恶 明天系控制人肖建华 于2017年初 被中共国安人员从香港带走后 至今音讯全无有露霉 近日披露 明天系旗下华夏人寿 天安人寿 天安财险的处置方案 以上报国务院等待审批聚财联社 1月30日的报道称 根据对明天系三家保险公司华夏人寿 天安人寿 天安财险的处置方案 银保监会分别委托中国人寿 清华人寿 太保财险 成立托管小组对其进行托管 而该方案已经上报中南海等待审批明天系的母公司 是1999年成立的明天控股有限公司 其控股 参股 及区限持有的数十家公司 涵盖证券 银行 保险 信托 期货等 实际控制人为肖建华由于涉足行业广泛明天系 是中国大陆唯一持有金融权牌照的民营资本集团总资产计一万亿元人民币 港媒此前披露 肖建华是中共江泽民集团财富最大的管家 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之子曾伟的白手 套于2017年1月27日 大年30 被北京当局强行由香港带回大陆 接受调查至今要无音信有传闻称 肖建华目前被软禁在上海松江 且由正规军队而不是 武警看守自肖建华是联后明天系 旗下企业在2018年 剥离价值1500亿元人民币的资产 而在2018年前明天系 以剥离超1000亿元的资产 南华早报引述知情人士说 北京当局正在迫使明天系削减其庞大的资产 因为明天系所积累起的风险 足以危及中国的金融安全外界还有传闻称 肖建华涉及充当政要白手套 财阀干政及金融政变等三大政治罪 已经供出与多名政治局委员或常委等权贵家族关系 而习近平很可能正在以肖建华做人质用来打击政敌 这些人质用来打击政策的资产 这些人质用来打击政策的资产 这些人质用来打击政策的资产